这是三个被封禁的近50年的外星人录像 第一个 麦克福森事件 蓝皮书计划77号案 保密等级绝密 第二个 魁北克外星人生物实体 雪地金线外星人尸体 16年后 拍摄者讲述了事件背后不可思议的真相 第三个 现实中的黑衣人事件揭秘 负责处理外星人事件的黑衣人是真的吗 一本回忆录带你揭开这个神秘组织 以上事件都是历见美国总统商人后最想指导的机密 在1983年10月8日的晚上 位于美国俄克拉河马州伍兹县的一个农场里 一名男子在用录像机记录着自己小侄女在过五岁生日 在他们唱完生日歌出完蜡烛之后 灯突然打不开了 他们急忙出去检查了电表箱和保险丝之后 发现一切都是正常的 最后他们就来到农场外 看到周围邻居家的灯也是黑的 就在他们准备转身回去时 一套亮光突然从天阿将 落在了不远处的山脚下 几个人都被吓了一跳 他们回到家发现店还是没来 于是他们决定去送口查看一下变压器 在树面去看看刚才那个亮光到底是什么 走了很久 就在快接近山脚时 远处有团光亮在漆黑的山里显得格外刺眼 刚开始他们以为是迫降的飞机 或者是空中的什么秘密飞行器 但不管是什么 他们都不敢再往前走 躲在远处笑详意义地看着 没多久 突然他们发现从那个物体中 走出来了两个类似人的生物 这是他们才意识到自己很有可能 发现了UFO和外星人 但是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那两个外星人竟然转过了头在看着他们 就在对视的一瞬间 才扔着后背头冒起来温汗 然后头也不回的就往家跑去 回到家他们语播浓刺的 向所有人讲述了刚才发生的事 并拿起电话转移报警 只发现电话没有任何反应 于是他们找来了两把猎枪 但家人似乎并没有完全相信他们的话 只是以为他们出去闯了什么祸 这是视频中升穿白衣的男子 咆哮着让所有人赶紧收拾东西 他去开车然后马上离开这里 开始母亲坚决不信也不走 直到他们给他看了录像回放 母亲才有所动摇 然后就在这时 乌海突然闪过了一束红色的光 门口和房地也随时传来了吓声 他们拿着枪刚准备去窗口查看时 突然一个外星人直蹦他马来 把人下意识地对着门口放在开了枪 直敲响之后 过了很久 外面似乎平静了下来 于是他们再次决定 出去把车开来 然后赶紧离开这里 人还刚走出去就发现 那个外星人似乎被他们打伤了 为了防止其他外星人发现后抱负他们 他们直接将外星人抱了进来 并锁到了卧室里 屋内瞬间被恐惧和焦虑的气氛抹罩着 所有人要么言辞激烈 要么一言不语 放下外星人之后 两名男子再次出去开车 其他人则在屋内焦急地等待着 时间就这样一风一秒地过去了 屋外仍然一点东西都没有 这时 院子里突然传来了几声枪响 屋内的人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全部都冲入出去 来到车旁才发现 车已经被锁坏了 刚出去的两个人也不见了踪影 大家又急忙返回了屋内 刚进屋没多久 几个黑影再次出现在了窗外 于是他们急忙退回到了饭厅 母亲呵斥着让他别录了 让他赶紧去检查一下所有蒙窗 其他人则在饭厅内做起了祷告 希望上帝能保佑他们 然就在这时 录像机突然被受到了莫名的干扰 三个外星人静静地走了进来 屋内突然变得鸦雀无声 时间就像被禁锢了一样 其中一个外星人转头看了眼录像机 然后录像就停止了 关于这段录像大家有何想法 评论区告诉我 接下来就是今天的第二段录像 魁北科外星生物实体 2008年的9月29日 来自加拿大蒙特利亚的约翰 在视频网站上曝光了两段惊人的视频 视频上传后没多久 就引发了巨大的讨论 有人说这是目前他见过的 最证实最有可能能证明外星人从来的视频 也有人说一看就是假的 在舆论的巨大发脚下 约翰随后又发布了三篇说明 来解释这段视频的来源及内容 说明发布之后 越来越多的人相信 这很有可能就是真的 以下就是说明的全部内容 约翰说整件事发生在1992年的冬天 当时他在蒙特利亚上学 一天他室友的朋友过来找他们玩 然后给他们看了一些奇怪的照片 照片中几名穿着滑雪服的年轻人 好奇地围着一个类似人的生物 有人打着手电 有人似乎在旁边抽着烟 后面几张则是那个生物 躺在雪地上的照片 看到着约翰好奇地问他 你这些照片都是从哪里来的 他室友的朋友说 这是一个月前 他和他表哥还有几个朋友 在魁北克附近的野山坡上滑雪石拍到的 那天他们玩得很尽兴 说是装备时天已经黑了 在路过一片树林时 他们发现了这个东西 当时他就趴在雪地里 被雪扮演着 为了甘心他的证明 他们用绳子和树枝将它翻了过来 刚翻到一半 他们就被吓了一跳 因为查看这就是一具小孩的尸体 但是仔细查看后才发现 虽然他有人的特征 但是很明显他并不是人 他的手臂和手指都特别的长 而且手指只有三根 他没有耳朵和鼻子 也没有肚脐和圣植器 全身灰褐色 皮肤特别的光滑 眼睛特别大但是嘴很小 他们觉得很奇怪就拍了几张照片 最后为了赶路 他把他们放在了一棵树的下面 他回忆说因为当时天很晚 也下起了雪 而且他们也不确定 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所以根本没人敢带走他 但是回去的路上 大家心里都隔上了事 到家之后他连夜将照片洗了出来 并反反复复的看了很久 看完后他才意识到 这很有可能是个外星人 第二天天刚亮 他就起码找了过去 但是过去后什么都没有了 大学也抹盖了所有痕迹 后来他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 也将这些照片 拿给了一些专门研究UFO的人看过 他们看完后都表示 最好不要让我公开或者贩卖这些照片 因为很有可能会给他带来巨大的麻烦 约翰说当时他听完之后 又仔细的看了一会儿照片 感觉自己第一次离外星闻名 或是未知生物如此之近 所以在他们离开前 他用录像机将这些照片都拍摄了下来 随后他就一直带着这盘录像带 期间只是给一些亲戚和朋友看过 直到16年后也就是2008年 在一次搬家时 他无意间又翻出了这盘录像 当时的互联网已经很发达了 为了解开心中多年的疑惑 他就将录像带用采集卡转换成了视频文件 并上传到了视频平台上 以上就是约翰对视频来源做的所有解释 关于此事件你们怎么看 评论区告诉我你的观点 接下来就是今天最后一个录像 现实中的黑衣人事件揭秘 2008年一段黑衣人办案的视频 在网上疯狂地传播 起因是这家酒店 报告了一起UFO目击事件 随后两位黑衣人就来到了酒店 经理称他们两个长得一模一样 而且都没有眉毛和睫毛 眼球是蓝色的 对视久了全身很不自在 还问了他们很多奇怪的问题 最后发现他们什么都没看到 就匆匆地离开了 事件发生后不久 一位叫汤姆基婷的73岁老人 找到了媒体 说自己手里有一份绝密材料 可以证明黑衣人是真实存在的 多年来他一直在守护着这个秘密 因为身体情况越来越差 所以他决定将这些绝密材料公众于世 以下就是汤姆曝光的全部内容 汤姆是美国佩斯大学的教授 年轻时参加过《乐战》是一名老兵 汤姆说他退休后在养老机构 认识了现在的挚友乔 他跟乔都没有结婚生子 二人的性格相仿 志趣相投 很快就建立了轻如兄弟般的感情 但是好景不长 乔就被确诊了脑癌晚期 可能会在某一天突然失去意识 汤姆说在确诊后不久的一天 乔突然将他叫到了自己的房间 交给了他一封密封的答案带 和一封自己的回忆录 并告诉了他一个惊人的秘密 乔竟然说自己曾经是一名黑衣人 起初汤姆以为 乔因为服用了大量抗癌药物产生了幻觉 并没有太在意 直到当晚他全部看完这些材料后 才意识到乔说的有可能都是真的 他在看的时候 曾一度紧张到中途检查了好几次懵闯 因为里面的内容 很有可能会让他引来杀生之祸 因为就在乔将这些资料 交给汤姆的爹阿廷 他就死了 医生说乔死于脑癌 不过从屋内翻动的痕迹来看 这一切似乎并没有那么简单 以下就是乔回忆录里的部分内容 乔说自己从1970年5月到1997年10月 一直都在为政府的绝密机构工作 也就是大家俗称的黑艺人 他说漫画还有电影版的黑艺人 都是政府秘密支持创作的 这么做的原因是用电影娱乐化的创作 来掩盖和哄响视听 造成一争一假的感觉 在加入黑艺人之前 他曾经是一名反间谍特工 在中兴区主任理查德施赖辛格属下工作 1970年他被黑艺人项目的最高领导者 威廉姆·莱瑟姆招入回夏 加入后不久 他们就给了他新的身份 接着就是长达九个月的改造 期间他们要长期服用和注射各种药物 以达到从身体和思想彻底的清洗 使他们可以从容的杀戮 事后还可以很平静的忘却 他们没有示威观也没有道德感 也没有起伏不定的情绪 改造结束后 他便正式成为了一名黑艺人特工 直到这时他才发现 并不是所有黑艺人都是人类 大约三分之一都是外星人混血 他们的特点就是没有白色的铜人 他的主要任务就是 处理不明飞行物的目击者 和坠毁以及迫降的外星飞行物 他第一次出任务是在1971年的8月 他在加利福尼亚州 爱德华兹空中基地以北 亲眼见到了一个坠毁的UFO 飞船里有三个灰色的人性生物 两个死了一个还活着 飞船里还有一个被绑走的女性人类 现场有两个目击者需要他们去处理 一个家就在附近非常配合 另一个则一直在逃 还到处乱说 他们接到指示需要他永远消失 几天后乔就找到了他 用一根类似泰色枪的棒子 治他心脏骤停 接下来的处理工作会有其他同事接受 乔说早在1954年 德华特奥森豪威亚 就与辉生族签署了格林纳达条约 作为共享外星技术的交换 辉生族被容许在地球上 建立自己的实验室和活动区域 交换条件就是 必须保证美国在高精尖领域 始终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格林纳达条约直到今天一直有效 尽管期间遭到世界各国政府的反对 但是美国相信其他国家 和外星人也有类似的交易 不过随着近十年不断增加的失踪人口 和一些惨无人道的实验被发现 美国政府也在考虑 重新和惠人族签订新的协议 乔在回忆录中还曝光了 隐藏在科罗拉州地下的天空之光计划 这是一种完全没有曝光过的 全息投影技术 它可以在晚上或者白天 在近千米的高空 投射出和食物一模一样的投影 在战争中用来引诱和误导对方 1997年3月 发生在亚历萨纳州的凤凰城UFO事件 就是天空之光计划的一次实验 近一万多人目击 但没有一个人怀疑他的真实心 但是这些对于乔来说 似乎已经习以为常 最终驱使他站出来揭露这一切的 其实是最惨无人道的人口清理计划 汤姆说那个档案代理的内容 实在让人太震惊了 他相信不管谁只要看一眼 都很有可能丢掉性命 所以汤姆将他放在了一个特别安全的地方 汤姆问记者 你真的确定要去看吗 如果你有这个勇气曝光他 我可以带你去 记者犹豫了一会儿 并想上集汇报之后 他们开了很久的车 来到了汤姆藏匿材料的地方 进到屋里 汤姆告诉记者 刚才在进来的时候 他发现了前几天 一直在跟踪他的一辆车 汤姆说如果一会有人进来 你就先偷偷地上二楼 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别出声 将一切都拍下来 然后拿着视频和材料 将这一切全部曝光出去 那份材料就在二楼卧室的墙里 刚说到这 蒙哥突然传了墙 记者悄悄地来到了楼上 一个女人进来后 刚说了两句 就一枪打死了汤姆 紧接着FBI和一个 身穿黑色西装的偷工 也来到了屋里 此时藏在阿洛的记者 已经被吓傻了 他在楼上 小心翼翼地转了好几圈 也没有发现出口 然而就在这时 黑衣人已经来到了楼上 他似乎在墙里找着什么 记者吓得连气都不敢出 黑衣人检查了一会儿 突然转过声 冷冷地说道 出来吧 别藏了 然后拿着墙光手电筒 向他缓缓走来 伸手拿走了记者署中的相机 就在他关掉相机的一瞬间 近一不小心拍到了黑衣人的脸 一张苍白的面孔上 两个黑洞洞的双眸 就像黑洞一样 通视着周围的一切 视频到此结束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三部视频 第一个和最后一个 都是很早以前的伪纪录片 不过都是根据一些事件改变的 都是有原型的 第二个视频到目前为止 网上也没有合理的解释 都是各持起见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这并不是一起为了 拨流量的炒作事件 如果是伪造的 这么费心费力 其目的是什么 如果是真的 那么这个小家伙到底是什么 是人类还是其他什么东西 你们怎么想 欢迎大家来评论区讨论 不过说实话 模糊成这样 你说他是葫芦娃我都信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最后恳请大家点赞 关注支持一下 我是皮肤 下期见